它有一项技术可能咱们使手机的朋友 绝大多数都知道 就CDMA技术 这项技术的专利就在高通公司 高通公司呢也像全球呢 一百多个国家 卖了自己这个专利技术 因为这个专利技术推广的非常快 发展的也快 这是无线电领域的 很了不起的一个专利技术 那么它在向世界范围 发售的专利技术时候呢 它也获得了非常高额的利润 那么去年年底开始呢 国家发改委对这个高通公司 开始了反垄断这方面的调查 主要原因就在于呢 有两个 一个是呢高通公司卖这个东西啊 就卖这个专利技术 卖的价格太贵 第二个呢 还有个涉嫌捆绑销售 这个涉嫌捆绑销售呢 以前有过这个先例 就在韩国呢 对高通公司曾经开出过一个 高达两亿美元的发单 就说这个高通公司在韩国呢 卖它既卖芯片又卖专利技术 但是呢 你要买我专利技术 你必须买我芯片 你要如果不买我的芯片呢 那对不起 我的专利技术要卖给你呢 价格高的吓人 这个涉嫌捆绑销售市的垄断 韩国已经给它开出发单了 那么在今年二十分呢 咱们中国国内呢 大概有四十多家的智能手机的生产商 以及这个芯片的生产商 组成了一个手机联盟 向这个国家发改委投诉 说高通公司卖专利技术 卖的价格太高 就说他这个WCDMA 这个专利技术要什么呢 凡是你用我这专利技术生产的 这个产品带来的这个收入 总收入的百分之五 要给这个高通公司 因为他这个产品呢 几乎涉及所有的这个消费电子设备 和电梯设备 所以波及面是非常广 认为百分之五 这个总收入 这个提成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呢 国家发改委 从去年底开始 就启动了 对高通公司反垄断的调查 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反垄断法呢 就是如果你事实上 确实是垄断 那么你营收总额的 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 就就罚款 那么按照这个罚款限额来看呢 高通公司将面临 这最高可能达到 七十亿人民日子发贷 这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启动 反垄断调查以来 最高的一个发展 所以这个事情呢 无论是在电信行业 还是在其他企业的里面 都形成了很大的冲击 大家都在瞩目 发改委将会给高通公司 开出怎样的一个发展 那么说这个事情 和张新竹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这是发改委 反垄断局在启动调查之后呢 高通公司的总裁 曾经多次与发改委沟通 其中第二次与发改委沟通的时候呢 高通公司总裁拿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呢 叫高通公司许可 售价的经济学依据 这么一份报告 据高通公司宣称呢 这份报告呢 是他请在美国芝加哥的 一个咨询公司 名字叫全球经济学家集团 这么一个公司 然后这个公司呢 根据高通公司的产品销售状况呢 写了这么一份报告 就是高通公司拿这份报告 作为一个证据 所以你看这报告里有详实的一些依据 说我们卖这个价格是合理的 那么这个时候高通公司总裁 特别提醒这个发改委 说你看我这个报告 总共有三个作者 撰起人是三个 其中第二作者 就是中国社会科技院的研究员张新竹 这个张新竹 就是你们国务院 反垄断委员会专家 咨询组织的专家 你可看好了 你们的专家都说出这样的话了 也就是说他拿着张新竹 撰写这报告 来解释他们这个售价高 为什么合理 所以我说到这 您可能就明白了 这高通公司 拿着这样一份报告是为什么 他除了说张新竹 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以外 更重要的是高通公司 看上了张新竹这个身份 那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 专家咨询组的专家 这个身份是具备很强大的话语权的 那么这个事情 我说到这 您可能就把这个脉络清楚了 也就是说张新竹本人 他是专家咨询组的专家 如果他要对发改委 反垄断调查有什么意见 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 跟这个发改委的反垄断局沟通 他没有必要通过被调查这个对象 然后呢 他写份报告给他背书 他为什么要通过这个途径呢 反垄断咨询组专家 高通公司外聘专家 先因控股独立董事 张新竹 到底有多少个身份 其多重身份的背后 又隐藏着哪些利益瓜葛 作为反垄断专家 却服务于废调查公司 张新竹 为何仅被违纪解聘 违纪不违法的处罚 又暴露出哪些法规空白 兼职专家独立董事 专家多重身份背后 出现了哪些产学旋转门乱象 本期老良官事件 专家也有裂缝 正在播出 高通公司说 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是雇全球经济学家集团 完了我们的钱给他了 其实这你怎么能说 和他就没有财务往来 和利益关系呢 你这种事情 这种讲法非常牵强啊 反正你出了六百万 他找了这个张新竹 那么这六百万做不做实呢 到现在为止没有做实 张新竹本人也是否认 但是否认归否认 就是你本来是我们国家 反垄断委员会的专家 你还替被调查对象说话 给他提供各种各样证据 因为我们也知道 反垄断法被称为 市场经济的宪法 反垄断法的执行与否 执行到什么程度 直接关系到我们老百姓 能不能买到更便宜的商品 消费者他的权益怎么保障 市场经济的基本竞争秩序 怎么维护 所以这个事不是小事 你作为反垄断委员会的专家 替他去说话 尤其是你的身份并不恰当 假如说你是一个 没有加入这个政府咨询机构的人 你就是一个普通专家 那你替谁说话是你的自由 拿多少钱也是你自由 只要没违法 但问题是 你是反垄断委员会的专家 你这个身份发出这样的话 就有问题了 就是说你既当了裁判员 又当了运动员 本来你是个裁判员 你突然下海当运动员了 这就问题非常大了 所以说到这儿 有的朋友说 说这简直这就是 独职 说这就得 严肃地处理它 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呢 因为根据反垄断委员会 专家咨询组的工作纪律 明确规定就是 你作为专家 你不能以专家的身份 以反垄断委员会专家的身份 去做和反垄断 利益上相冲突的事情 只有这一条是工作纪律 也就是说 张新竹只是伪纪 却没有违法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情况呢 咱们首先得了解一下 反垄断委员会的 这个专家咨询组 是怎么回事 以及张新竹本人的 一些状况 2011年12月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 专家咨询组成立 咨询组的主要职走 是根据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 委托和委员单位要求 为竞争政策 反垄断指南和规章 以及国内外反垄断 重点热点问题等 提供咨询意见 该咨询组由来自北京大学 中国社科院等高校 和研究机构的 21名专家组成 张新竹正是其中的一员 据相关资料显示 今年50岁的张新竹 毕业于法国陀鲁兹大学 和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社科院 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 张新竹 曾先后被聘为 国务院反垄断专家咨询组成员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 成员等咨询职务 并深度参与中国反垄断法 及商务部 经营者集中申报办法等 法规的起草工作 是我国现代产业经济学的 领军者之一 那么通过刚才的小片 我们可以看到 张新竹确实是这个领域 响当当的一位专家 而且他还担任了 多个专家资料委员会的 这个专家任务 也就是说 他整个的社会影响面是很大的 他又是天鹰控股的独立董事 那么天鹰控股呢 是一个通讯经销商 那么张新竹本人呢 也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的 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常委 那么我们拿他的身份 和这个事件 做一下比较 你就会发现 就说不是张新竹 帮外企说话了 就犯毛病了 而是你以什么样的身份说话 你以这种身份 会不会说公道的话 因为他作为一个社科院的成员 应该了解很多国家的大事 那么如果要受聘 这样高通公司这样的 就必然对一些重要的一些事情 就有可能泄密 我觉得是不利于国家安全的 你是专家咨询委员会的 那么你可能了解的信息 比一般人要多得多 那么你帮高通公司说话 这里边就有涉嫌泄密 谁还能相信 你一定是秉公处理的 一定是真站在公正的立场 给他说话的 所以说张新竹这个违背工作记录 不是说他什么帮了外企说话 他自己说 我就像给死刑犯辩护 律师本身 他并不去做裁判工作 律师并不是法官 他给死刑犯辩护呢 也是他应有的义务和责任 没问题的 他这个好比是什么呢 法官给死刑犯辩护 那不就有问题了吗 所以说他违背工作纪律这点 这是毫无疑问 那么说为什么 他只是违背工作纪律 简单的被写对 他也不拉倒了 不会接受法律的执分 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法律 对这方面是个困难 你看张新竹的身份 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 本身也是有级别的行政干部 那么好 如果他在社科院的工作当中 他接受了外边的利益输送 然后给人家办事 这个就是国家工作人员行贿 受贿 当然可以用法律处分 可是问题呢 张新竹这时候的身份 给高通公司说话的身份 是专家咨询组的成员 专家咨询组的成员呢 他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 只是外聘的专家 在这一块 我们没有法律规定 现在没有这方面的 任何规章制度 只是对公务员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 做出了一点规定 对于像社科院呢 像一些研发机构啊 没有这样的规定 这些人如果做了利益输送 替人说话的事该怎么处理 现在法律是空白 他这种行为实质上是一个兼职的行为 他又是本职工作 出了这事可以处分的 那么兼职呢 咱们都知道公务员兼职 最近这两年规定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说你作为党政领导干部 你不能到这个企业担任领导 甚至担任独立董事都有问题 你看前不久 这个国务院这个发改委的研究中心 其中有个金融研究所的副所长 巴蜀松 这著名的金融学家 这位呢 也辞去了民生银行的独立董事职务 就是说按照这规定呢 你有行政职务 你就不能担任独立董事 避免中间只有利益输送 这是避免政商之间勾结 那么这个事情呢 对公务员 对国家事业单位的人都有约束力 可是问题咨询组的专家 他既不是公务员 也不是国家事业单位的人员 他只是一个外聘的专家 所以这个时候所有的法律 都不适用于这方面的处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